好 这里是阿来Radio 中网流星网 欢迎再回到 理财生活通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们现场的大特别来宾 已经到了 今天要好好的 跟大家来分享 一个人的活法 有人讲说 人生到底要怎么样的活 你要幸福快乐吗 可是你怎么样追逐 你自己的一个人生 有很多人都是靠着别人 看别人怎么活 我也跟着他怎么活 可是你真的可以 跟别人一样活吗 我看了这本书感触很多 所以今天请到他 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好好的跟大家来分享 每一个人应该怎么活 先欢迎一下 我们这本书的作者 也是台新银行 文化艺术基金会的董事长 其实他是我以前的长官 郑家中 郑长官好 下一位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来谈谈一个人的活法 不是佛法 是活法 我觉得这本书真的 引人深思 对 看起来是一个很短的散文 可是你看完一遍之后 你会忍不住要再看一次 对 那我们是不是先跟这个 长官先跟大家聊聊 其实我觉得很感谢 就是以前我们在时报系的一个 相遇的过程 我很感动 因为所有时报系人都说 不要叫什么长官 不要叫什么总编辑社长 直接叫名字 对 那可是呢 大家习惯都叫你长官 对啊 对对对 为什么你会这样的活法 对啊对啊 这个现在长官很可怕 我们想要长官 我就鸡皮疙瘩起来 其实呢 我们每一个人活的方式 最好的方式是没有距离 所以其实是人跟人之间 能够自无不远 也无不禁 那种状态是最好的 所以叫长官 我现在最怕的 人家说我是德高望重 可是你现在是董事长 董事长常常都是不懂事的 所以德高望重就被攻起来了 就是你最好不要关我们的事情 我们来墨拜就好了 其实我这个人是很喜欢参与的 所以讲一个人的佛法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 要主动打破苏识签 这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 最需要的一件事 可以说每一个年龄都一样 因为每一个年龄都有自己的苏识签 只是签着大小的问题而已 但是那人是很难做到一件事 就是说怎么去觉察 自己其实可以前进的是在边缘 而不在中心 因为苏识心的边缘是你发展的空间 你细胞要扩大 是不是要从边缘扩大 中心是永远过不大了 所以很多人说我待在核心 待在核心你就完了 每个人都想要当权力核心 你当年都在权力核心 你一直在权力核心 我那个权力可能是很小的 可是我看到你说 很多推荐序当中 也让我们慢慢的了解你 就是你的工作选择 其实一开始并不是你的选择 你如何的去热爱他们呢 如果说人生到了一定年纪 一定有遗憾 我当年怎么没去念医学信呢 我当年怎么没有去行医救人呢 我当年怎么没有去学艺术呢 对不对 你当年也想要念医学 后来去念经济嘛 对对对 然后当了记者 当报社主管 当电视台的主管 这一切都是你想做的吗 没有啊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我那时候事实上来讲 这个在媒体做这个工作 我是视为兼差 我是一再准备要留美 我已经得到布朗大写的 博士学位的候选人 那我因为工作太狂了 一言再言 我演了三次去耶 他们都准许我演耶 这个在很特殊的 可见我的那个硕士论 写的有多好 诶 是真的自己写的 对啊 是绝对自己写的 所以第一次我说 哎呀 我现在工作忙 他都没有关系 你明年再来 我说好 那我就继续工作 工作到后 他又通知来 说你今年务必要来 我们博士班不能等 他等了三年耶 你又不是去了不回来 老板干嘛不放你走啊 我那时候很好骗啊 那个那时候 我的那个 总编女说 哎 家中啊 这个哦 那个博士还有什么用呢 博士那么多 但是那个报社 总编辑只有少数耶 你这个东西好不容易 走到那个边边的 你也放弃 太可惜了 他说博士没有什么重要啦 就是满街都是博士 但是呢 总编辑是很少的 是啊 你要晓得在那个时代 在那个时代 哇那这不得了 总编辑很少耶 是虚切的耶 可是呢 我就一直被诱导嘛 那被我达到第四年的话 不让说 对不起 我们不能再等你了 那所以我每次回到布朗星 校园走一走 总觉得怅然若失 原来这是我的学校耶 无缘的结局 人生至此啊 有什么遗憾的事情 会是因为当年并没有去做儿遗憾吗 那又遗憾很久吗 还是你校园走一走 其实就释怀了呢 其实我知道一旦事实已经如此了 绝对要往前看 所以我在书上也提到说 一个人 其实事实上昨天也有人问我同样的问题 我说一个人啊 一定要慎重思考 自己手边有的那件事 因为那是你唯一可以发挥力量的地方 所以呢 既然无缘的布朗大学 那就过去了 最重要的情况是我那时候还在报社 我如何做好现在工作 所以我在这一个人活法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讲法就是 一个人不是打什么有什么 这是有钱人打法 我如果是要打一场陆地战 那我就要坦克啊 没坦克打个屁啊 对不对 那如果打空战我就要有飞机啊 所以很多人想的是 要有条件才是 他能够足以诚实的原因 但是实际上人生是 人生每个人的人生都是 有什么打什么的 对不对 今天因为你有一个节目 这个节目就是你最重要的工具啊 怎么样 发挥你的佛法最佳的一种方式啊 那我也是一样啊 我做记者的时候 一定要把记者扩大 对 扩大到那个影响力 可以让我的长官们 又讲到长官了 我那时候是小萝卜头 我也是跟你一样 做了这个长官的图了 长官们他们觉得说 这个人有potential 对不对 那我们跟外界 绝对不会停止以说 我交代的任务 我们是不是应该 尽量去扩大一个记者的影响力 对 所以在每一个职位上 其实都有过扩大的空间 关键是 大家把那个范围限得太小了 所以人生的参考点很重要 就是说你在这个工作上 你到底参考了谁 你参考那个人 就会变成你的未来 你知道吗 所以我那时候做记者的时候 没有什么好参考点的 因为大家都不教我怎么做记者 所以我参考了一本书 叫做纽约时报一百年 那一本书 谈到零百会议大西洋的时候 记者那种热血奋勇的情况 他是讲了一个故事 讲说纽约时报 如果去采访 这个零百会议大西洋 那个新闻的记者的工作态度 那就变成我记者的参考点 对 所以呢我参考 被我的召集人笑说 郑家中人家写两千字就够了 因为写到四千字的你还在写 我说我是刹车不出的 我今天采访到的东西要热血 所以我一定要全部交给报社 不能说工作医疗 所以我的造型都很困 我那你写这么多要干什么东西 反正也没版面 可是能没有版面 是你的事 我做好这个工作 做到极致是我的事 所以我觉得呢 这样的一个动机一直存在 所以我在每一个职位上 我总是去挑战那个边界 不被现有的系统所限制 我要做一个造局的人 我不要做一个被限制的人 所以就这样子一路突破 所以我就觉得很开心 一路到巅峰 可是很多人都会形容你是华丽转身 每一次都是华丽转身 可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华丽转身 有很多人是黯然下台 或是接受试试 可是那怎么去调试呢 你在工作上一定有一些挫折 对 比如说我以前在编辑部当 曹宏祖副主任 我管了两百多个人 有一天后来掉我去当专栏组主任 你知道管几个人吗 人很少啊 没有错很少 只有我一个 后来呢 这怎么就明包暗扁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这算华丽转身吗 这当然不是 明生暗扁 大家的意思很明白 这暴社的手段 可是我是假戏斟作的人 我就说一个人不够 到底要几个 我说至少要一个行政助理 不然我在外面也搞谁接电话 当时又没有手机那么方便 对 所以我的专栏组只有两个人 一个就是主任 一个是秘书 可是呢 既然做这件事呢 我就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 我拥有的是一个空的专栏组 那我如何把它做到最好 可是呢 这个专栏组这件事 是我一生里面最大的转机 你要想到过去记者写新闻 都是不可以署名的 就叫什么本报信 对 对不对 可是记者要写一篇 可以署名的文章很困难 大家竞争版面 新闻都登不完还给你写 写小的 我想英文很清楚 对不对 可是专栏组就不一样了 专栏组 挂名字啊 挂名字 而且一大篇 都有两千字以上 而且摆在哪里呢 摆在药文版 尤其是跟社论比肩的版面 那你想想看你知道吗 这件事情给你一个很大机会 就是在报纸上写的大大的字 增加中三个字 哇 那你知道以当时的情况 这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blending 对 所以我是因为这样才有救的 真的耶 这看起来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机啊 你就要呼应了 那个危机就是转机啊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分享更多 好 我们现场的是 郑家中董事长 跟大家来分享他的书 一个人的活法 当然我们有从他 这个人生的一个历程开始谈起了 那我们刚刚讲过了 危机有转机 可是很多人其实转不过来的 对不对 会不会没想到说 我今天忽然被贬到这里来 对 那可能就自暴自弃了 可是你会换一个方式 让自己活得更好 OK 我想那件事情 其实对我来讲也是获见之明 因为当时其实我是蛮 蛮upset 对不对 就脱了 那我觉得事情 一做得越好 职位越高 管的人越少 管的最后 居然是 是叫做怎么样 赞到一兵一组 可是我这个人呢 我就觉得现在事后来看 我这个人是把 是一个 可以把一兵一组 变成百万雄狮的人 所以这件事情 就坚定我的信心 所以我在这个 这个活法里面 我是觉得说 人生是一种 可以操作的生命系统 你可以设计 自己的生命系统 让它的操作更方便 例如说 就是你会发现 大家常讲风雨生信心 对不对 你能力怎么来的 就靠风雨来的 所以以后你看到风雨 就立刻生信心 对不对 跳过想法 风雨生信心 这句话 就是说 风雨生信心 风雨就是能力的来源 所以无妨把风雨 看成信心 你知道吗 我觉得你这样讲 很有感触 因为有一天 我去跑步的时候 跟我很多的朋友去跑步 跑着跑着帮 刚开始还好 但就忽然下雨了 但我就一直往前跑 然后我的朋友就问说 下雨了 还要跑吗 我说赶快跑 赶快跑 跑快一点 搞不好这老天爷在帮助你跑快一点 让雨追不上你 对 可是我的朋友想到说 赶快走啦 回去啦 不然淋雨怎么办 我说 我的身体已经防水 当你心里防水的时候 其实你全身都防水了 对啊 你就一直很想往前冲了 对啊 古术人哪有什么 下雨就不跑了 对啊 对不对 我看还有人拿鱼伞跑了 你看多厉害 我是这个学艺不精 无法拿鱼伞跑啊 我就是那个拿鱼伞跑的 这假的 我在小鸡蛋的运动场 只要一下起 大家都穿雨衣啦 只有撑伞 为什么 穿雨衣太闷了 你知道吗 对 对跑步的人来讲 那所以你只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不跑 一个是撑雨伞跑 所以我就撑雨伞跑 我是在那个运动场 那个体育场里面 可能是少数 或者是第一个 撑着雨伞在跑步的人 哎呀 果然是前辈啊 撑雨伞我还真不会跑啊 没有淋湿那也很伤老金 可是我很喜欢 就这样淋湿吧 对 因为你有头发 我没有头发 会直接滑下来 我还有一点阻力 对啊 你会看不清楚前景 所以跑步这个事情 也是蛮有趣的 我觉得蛮有趣 你书上有写说 你跑步的时候 眼睛只要要眯起来 对 你知道吗 所有的佛像都是叫扮演 什么叫扮演呢 所有的佛像不会睁大眼睛 那个是什么 露目金刚 露目金刚 金刚挤的才会露目 你看那些菩萨都是扮演 扮演的意思是 没有臂 但是是眯着眼睛 为什么呢 你要看清这个世道 你要用眯眼 对 不要看太清楚 不要看太清楚 而且呢 这个眯眼的作用是 让你在内在跟外在之间 得到一个平衡 因为在眯眼的时候 你有一半是看自己的内在 一半是看谁 所以佛很词别 都是扮演的 他就是一方面观照 自我观照 一方面观照世界 他也不能不要外面 闭着眼睛什么都看不到 所以真正的修行 不是说闭眼睛可以修行 所以他是全部的内观 可是你忘了外界实际 你入空出不来 也很惨 那你怎么例行到你的跑步呢 你也是眯着眼睛跑吗 不眯着眼睛跑啊 为什么你要眯着眼睛跑呢 我都要看 前面那个 我什么时候可以超过的 这个就是你没有观照到烈债 因为让我超越别人竞争 我以前也是这样 跑步的时候 有人从我旁边咻过去 我就很生气 我也有点点小小的 年纪又比我大 跑得比我快 扮演的状态 你看不清楚 你不会完全去 顾虑旁边的人 跑得有没有你快 你最重要的是 跑步是跟自己的对话 所以村上村树 我上面有因素 村上树讲的 你在跑步的时候 是用你行动 外化你的生命 所以跟人家做互动的东西 要恰到好处 你去看外面 跟着人家跑 就说怎么样 心随静转 你被环境牵走了 但是你扮演的状态的时候 是以心转静 你看外面的事情 都是平淡的 都是有点距离的 这个时候 你的内在 强于你的外在 所以菩萨都是扮演的 你去仔细看一下 有有有 你现在讲我有感觉 就是眼睛都小小的 小小的 眯着 对 好像有在看你 又好像没有 对不对 还很慈悲的笑 而且这样看起来 比较慈悲 你用眼睛一睁大 就觉得好像 露目金刚 对不对 你是什么 压迫感 对不对 对我以前这样 被人家讲这件事 你知道吗 就是有一个将军 我那时候在演出 带了一个学员 他是一个将军 我说 你好歹要回来 参加分享会 他就回来 怎么分享 他说 我是个将军 可是我碰到一个人 眼神太锐利 让他不得不来 就是你的眼神 会压制人家 让人家不得不做什么事 所以我的眼神 太锐利了 所以我从此以后就扮演 就像灯不能开太亮 扮演 有人就是不怒而威 这可能是先天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坏坏理财 生活通 我是夏云芬 在我旁边的就是我们台新银行文化艺术基金会董事长 郑家中正董事长带来他的新书一个人的活法 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怎么样好好活着 这很重要 那我在书上其实有提到 就是说人生 有不同的波套 这个上波到 下波到 想不到 我觉得蛮有趣的 人生总是有起起伏伏的 可是我没想到你最喜欢的 竟然是想不到 对对对 不是每个人都很喜欢这个上波到吗 跑步的时候我其实喜欢下波到 你怎么看到上波到下波到 人生就是这样起起伏伏的 我们该怎么去接受呢 对 好啊 所以呢 就想不到最美啊 对不对 我在书上提到说没有意外哪有什么point 可是你跑步的时候你喜欢上波还是喜欢下波 你说 你说实话 说实话 我觉得上波比较好 哪有 我觉得很累耶 下波伤膝盖 可是下波好顺啊 咻咻咻咻咻咻咻 你不想想你的膝盖会跑坏吗 走跟坡一跪 走跟坡一跪 这个其实受伤比要做的就是下波路 因为对膝盖的沉重 其实要跑步要小心 这个你怎么跑法姿势 还有你穿的鞋子 还有你跑的姿势都很重要 不然常常把膝盖跑坏的跑者是非常多的 那我觉得上波道 因为你用到前面跟背脊 其实那个膝盖是被撑住的 是你会比较喘 但是比较喘对心脏好 那如果是想不到的话 对心脏不好耶 我觉得有时候起伏太大 真的会很难承受耶 对 身上确实增加 对不对 不过想不到这件事情 是你所有生病前进的重点 因为上波道下波道 你都在你的意气之内 反正人生就这样起伏 那你就会慢慢的停止了 对外在环境的觉察 但是你想不到是会怎样呢 你想不到是你会开动你所有的感官 去应付这个心脊 这是动物本能 对不对 动物遇到陌生的地方 是不是 它就会很警觉 而这个警觉 不是只有眼睛警觉 耳朵警觉 是全身都警觉 所以让自己 像比如说 我每次 我其中有一篇写 作为方法论的理性 为什么每次理性 会让你年轻十岁 因为很简单 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你会全部感官都打开 你会注意到很多事情 你有秘书 给你处理机票 饭店 住宿 但是那是秘书的工作 但是你到现场以后 是计划感不上变化 对不对 所以你必须要有自我调整能力 不然你会很upset 怎么都不如意气 像比如说秘书订的火车车票 他说是德国铁路给他安排的 因为我要转车 结果我说 这个转接点 只隔十分钟够吗 他说德国铁路讲是过的 我说你确定吗 因为有些夜台要跑很远 对对对 他说就是他这样排 他认为够 那我也无法挖握 结果去了以后 第一个 德国铁路污点 对不对 那你在接的时候 在接的时候就绕高起 对对对 绕高起的时候 你那个车票是不是都买好了 对不对 然后跑到那个 去那个车站 他就说那你退票 我说我为什么要退票 我是要下个目的地 是你们车子误点 让我到不上 责任是你们的 他很无奈 就给我换下一班 一个多小时以后的 换了车票以后更夸张 上面没有座位 我说我是买对号的 怎么可以给我一张 没有对号的 对不对 他要查查查 给我一个某某车枪六号 有东西就好 等一个小时还可以接受 上次以后没有六号的位置 德国会骗人 那我就问旁边那个乘客 那个大概是常常在坐的德国人 他说这里本来就有个六号的位置 但因为那个回旋 回险空间不过 刚好靠近门 对不对 所以他把给拆了 可是他拆了那个位置 他的定位系统还有那个位置 那个一看有二位置就给我定 对不对 所以这都意外是一连串的 哇 真想不到 我真以为你坐的是空姐的位置 有没有我们警察空姐的位置 没有就是没有位置 后来呢 找列社长来一直阿佑 他就叫我拖着行李跟着他走 一个一个座位去check 有没有人要从慕尼黑到 到那个零食器的位置 一个一个check 然后check刚好有个位置 慕尼黑到零食是没有人坐的 所以他才给我了一个位置 是这样 所以想不到真的是让你提高警戒 而且你看你会记到现在 对不对 对啊 很生动的画面 从来没有问过这么危险的事情 流落街头 都会想说当市长 你要去哪都给你安排好了 都没事情 我是做背包客 我没有团圆 我是一个人 对耶 对啊 所以安排得再好都不免有意外 对不对 这至少还算是一个虽然没这么美丽 但是这个也算是有趣的意外 可是如果说人生有很多的想不到 那有时候是生命无法承受的 那当然有一些师傅也开始我们说 要接受他处理他放下他 说来容易 可是只要你经历过这些想不到 其实你是做不到的 对好 这个东西我这个书上有提到一点 大家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 就是说 你是一个有办法的人还是没办法的人 你要先确定自己这一点 为什么呢 有办法的人 有办法的人 问题还不知道是什么 他就觉得自己有办法 你有没有见过这种人 有啊 他什么事都说没有问题啊 我来 可是他真的不晓得怎么做 他就先接了 可是还有一种就没办法了 没办法的人是怎么样呢 你即使答应给他 他也觉得自己没办法 对对对 比如说我这个事情都给你规划好了 你就要去指引就好 这个事情我没有经验 是不是可以请长官找个有经验人去执行 为什么他会推呢 因为他没办法 那这中间最大的差别在哪 其实人都是构造之一样 人本来是没有差别 有办法的人 他的资料库里面存的都是他过去有办法的方案 没办法的人 他的资料库里面存的都是失败的经验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过不去呢 因为你碰到一个问题来了 哇 都是失败的经验 我已经失败一百次了 这一次是一百零一次 你怎么会过得去呢 对不对 那对一个有办法的人呢 他把这些都delete掉 他的资料库存的就是说 我过去有一百次成功经验 这一次怎么会难倒我呢 所以各位 这转念啊 或者过去过不去 资料库 资料库资料库 你千万不要去存一些失败的经验 失败就已经失败了 你得到教训就好 但是你一定要相信自己说 我曾经克服了多少事情 所以我这个人是这样子 我很乐观的原因是 我常常忘记我的失败 我只记得我的成功 所以你看苏苏也知道 很少有人说 你不可能没有失败 其实失败是一定有的 比例大部分5050 成功50就有失败50 可是你有失败经验 可是你没有很痛苦的失败经验 对 我觉得差别在这里 不是 这个东西又涉及到 我讲的那个框架问题 框架问题是怎么样 你看到个失败的时候 你要想的不是说 我为什么会失败 因为已经失败了 你去检讨它没有用 我讲的是我如何从这失败里面得到好处 对不对 有一个失败 我怎么会失败 原来是我不够细心 那下一次细心一点就好 所以你就会换长的时间去磨练细心 为了1%的准确度 你会不会去磨练 因为知道上一次失败 是你只做了99% 对不对 所以你就会提醒你自己说 谢谢 有这个失败我就知道 我就永远差那个1%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所以没有什么过不去 只有自己不想过 只有自己不想过 有时候也不是自己不想过 是老天爷不让我们好好过 你刚才推给老天爷了 我们待会来讨论一下 老中青要怎么好好的过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郑家中 郑长官来谈一谈 就是人生 一定有很多人问你这个问题 你写这本说一个人的活法 那有人就问你 我老中青三代 我要怎么样的好好活呢 我是年轻世代 你看现在有很多 比方说我是躺平足 或者说我是妈宝 或者说我就简直 我一个人过了 对不对 然后好好过 我也不想结婚 也不想怎么样 都不想 然后中年他会告诉你 我三明治 我很辛苦 我上面有老的 下面有小的 我根本没办法考虑我自己 那如果老的话 就是我已经被掏空了 我几四人都是奉献 所以每个人都觉得 自己的活法好辛苦 你怎么看待 这个老中青三代的活法呢 对啊 这个是大家经常 会对号入座的地方 就年轻人他觉得 他这样是理所当然 那中年接着三明治 也是他人生的悲伤 无奈接受 对 老年人觉得他老了 就说那我也很老了 我有这个增后勤 所以我觉得 这三件事情 我们必须要分别来看 其实是我们老人家没做好 对年轻人来讲 他不管什么组 总有他的优势 他喜欢一个人做 那可能是做AI工程师 对不对 因为只要写真实就好 他能够减击 他显然他上网能力很高 对不对 不然的话 他连Uber都叫不来 他就挂了 对不对 所以其实 我是觉得 我们对年轻世代 是我们有一点点责任 就是说 其实所有的人都需要三件事情 第一个是必须被鼓励 那我们真的有去鼓励年轻人吗 还是贬抑他呢 因为当时我们记得 我们最早以前讲是草莓族 那再次躺平族 对对的 我们都在用这样的思维 在看年轻人 我们怎么会好呢 我们自己都不好了 他怎么会好呢 你没有去鼓励到他 建议他应该有的自信 对不对 那第二个呢 我们常常要教训年轻人 我觉得呢 所有人都要被打开 不是被教育 人都是自我教育的 我这本书最重要的情况是 只有你自己才能改变你自己 没有能改变你 所以他要 设法要让他打开 打开是什么意思呢 让他打开他的心门 能够去感受这个世界 这个我们做的非常少 那第二点就是 这个设法给他挑战 因为他只有在做到里面 才会建立真正的自信 所以你要有一些难度 让他去挑战 那所以我建议年轻人 碰到问题的时候 也是用另类的眼光 来看大家对你们的评价 其实你们的佛法 一样跟别人一样 都是很有前途的 就是说你要懂得鼓励自己 第二个呢 你要打开自己 第三个要挑战自己 那我从老人家讲 其实从年轻人的情况 他就这三件事 那如果年轻人 其实现在有很多年轻人 就是我们有很多父母亲 也跟我们讲 说孩子没有不乖 但他就待在家里 他哪里也不去 找工作也不去 哪里也都不去 也不跟朋友在一起 就打电动 就这样子 等待 等待什么 等待他有动机出去 因为这个事情 不会是永远的 因为他迟早会长大 他要娶老婆 对不对 他如果不去外面认识 他去哪里娶老婆 那没有的话 你就说你搬出去 娶老婆好了 你搬出去就会起到老婆 所以第一个情况是 鼓励他演行 鼓励他独立居住 跟父母亲分开 鼓励他去思考 如果他一个人的话 怎么办 对不对 为什么剪肌会那么容易呢 所以父母亲让他剪肌啊 对不对 他的条件 就是有父母亲可以养他嘛 对 那自己中年人呢 中年人也不是什么三明治 三明治是什么意思呢 下面 对下面有影响力 对上面有影响力的世代 你为什么不去影响你老板呢 改变老板的观念呢 还有你带领一群人 改变老板有多难啊 对 改变老板是很难 但是呢 你可以跟他划清界限 我要的是改变后的老板 跟改变前的老板 你永远跟他挑战 对不对 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子 如果你觉得老板 应该做对的事情 其实他自己不做 你会帮他做 你为什么要顺着他呢 对不对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 对人生的观点啊 买一本一个人的佛法 给老板看一看 他说不定就通了 对不对 你有很多方式进行 问题是我们不积极 我们觉得老板那个样子 我们就是影响不了 其实我在台新 最大的贡献就是 我经常想方设法 去影响台新的主管 对不对 不要觉得说金融就是那个样子 他为什么是那个样子 是因为你想象他就这个样子 其实他很不一样 你跟他谈谈生活 他很高开心 对不对 然后呢 你鼓励他 打开他 然后给他一点挑战 他也很开心 他也不想活成那个样子 对不对 可是工作上容易啊 可是在家庭生活上不容易啊 就是说我们能够不照顾自己的高龄大龄父母吗 对不对 我们能够对于孩子 能够真的就是把他赶出去吗 好像又做不到 所以自己在纠结啊 其实要了解 对父母亲 高龄父母亲 最后你笑很难做 你就要顺 对不对 笑顺笑对有些有笑没有顺你知道吗 因为到底说 要顺 要顺 让他开心 他年纪大就跟小孩子一样 是baby一样 所以一个人要做两次的父母 两次的孩子 嗯 你小的时候是人家的孩子 对 然后你慢慢变成人家的父母 对 对不对 那然后呢 你年纪更大的时候呢 你的孩子变成你的父母 对 对不对 所以老人家就是老小老小嘛 老人家就是要顺着他意 他才有快乐嘛 那这个时候你只有笑 笑什么笑 给他吃得好 穿得好 医疗照顾好 他一点都不快乐 嗯 那你把他照顾到哪里去了 照得很不顺 那那小 小孩子也是一样啊 不是把他赶出去的问题啊 就是说 你可以非常会对待他 嗯 这是我讲的人事三天时的第二点对待 对待意思就是说 你会用一种方式 让他觉得他可以自己来 嗯 对不对 嗯 想方设法制造那个环境 嗯 那孩子觉得他可以自己来 嗯 这是父母亲应该尽的义务 为什么呢 孩子不是我们的 孩子只是暂时住在我们这里的客人 嗯 那你要让客人协会本色出去独立 这是我们的价 我们这父母的价 我们不会把它拥有 很多父母就很奇怪 用孩子做的事情跟他一模一样 用他的行为跟他一模一样 你干嘛 你在开那个印刷厂啊 嗯 对不对 他只是客人而已 他长大以后他有自己的独立人格 嗯 然后自己的发展方向 你只要给他有 想办法自己做到就可以了 嗯 这真的对很多父母亲来讲 是难 可是我们必须去学习啊 对必须 好 这本书叫一个人的活法 现在很多人到了中老年之后 就觉得一个人活比两个人活 更开心 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我们待会讨论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我们现场就是我们台新银行 文化艺术基金会董事长 郑家中正董事长 带来他说一个人的活法 我想很多人都会知道 到了中老年 甚至不管是日本族婚啊 台湾啊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好 我整个一个人活法啦 那个郑董事长就这样死啊 对吧 一个人活法 不要两个人都这样牵拖 要贪死啦 就是到老了 你一个人也好 两个人也好 但觉得两个人好累哦 对 但我知道啦 你幸福无疆啦 对不对 没有没有 好 这本书叫一个人的活法 其实是我们的 席董事长起的名字 其实他的意思应该是说 每一个人的活法 但是加一个每 好像不太有力量 所以他把简化 所以这本书并不是说 锁定在一个人要如何活 最好不要有两个人 对 没到两个脆脆 对啊 这不脆意书啦 其实一个人活法是 觉得每一个人生命都是重要的 所以要活出自己的意思 但是并不是说 你 其实我这本书最强调的是说 你要一个人活得好 你是要靠别人才活得好 你一个人是活不好的 所以要做自己的天使 一定要先做别人的天使 所以刚刚你提到的就是说 事实上来讲 夫妻两个人 夫妻两个人 两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 是最幸福的 彼此欣赏对方 然后不连着对方 不依靠对方 然后该有的时候呢 互相帮忙 这是一种最好的活法 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 其实很多的先生都会依赖老婆 依赖一辈子 对不对 衣服啦 鞋子啦 袜子啦 我的那个什么在哪里 老婆就觉得她超级家务 已经一辈子了 所以还告诉你说 你过你的 我过我的啦 没有啊 你这个东西 丈夫就要茶眼观色 有时候呢 太太呢 这样做是 她在表现是她爱你 她就并不表示 你可以take for granted 就你觉得这个理所当然 其实我常常在 在我太太讲说 我今天有的一切 都是你的成全 哎哟 好会甜言蜜语啊 不是啊 这真的啊 因为呢 我什么都不用操心 我可以专心对外 然后他把我打理的好好的 家里的事大小小 包括我们家族要去旅游 包括孩子的上学 包括孩子的这个就业 他都非常关心 就少 其实那些东西都 本来就应该关心了 就被他一个人关心完整了 那我才有那个 遗力去写一个人的佛法 对 所以是不是要了解 他的贡献是很大 没有那一半 你是残缺不浅的 可是这是第一个反应 可是男人很多 并不像你就说 可以跟太太说 这些好听或真心话的 对不对 他连那个 很惊 很惊啊 他连我爱你都说不出来 也很谢谢你都说不出来 对 那就是懒惊的问题 像我以前也都说不出来 因为我在记者里面 是不会流眼泪 叫记者呢 是不可以掉眼泪的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们有一天 要认错 那就是惊天动地了 对不对 记者怎么可以认错 报导不死啊 可是呢 后来我去上了 我讲的生命的操作系统 这个课就是沿桌教育基金会 我就学会了流眼泪跟认错 很难吧 不会 只要你哭过一次 以后就很容易 认错也是差不多是这样子 就是说 一个愿意认错人 后来才发现 不认错是懦弱的 因为呢 你要防卫自己 会认错人是非常有自信 很勇敢的 对不对 因为他知道自己有错 他认下来 他有前进的机会 对不对 而且别人愿意跟他讲 他错在哪里 你对一个不肯认错人 讲他错在哪里 有用吗 得罪他而已 可是你学会了认错以后呢 大家都来指责你的错 我说其实你这边 可以做得更好 这是一种人生的境界 所以这只有勇敢人做得到 所以认错是勇敢的 不认错是懦弱的 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说现在 我也看到我周边的人 就男生 他也许他会跟他的孩子认错 就说不好意思 爸爸误会你 或爸爸想错了 可是他可以对下一代 就是EQ都很高 可他对他的太太 那真的是没办法 对 他连说不好意思 都说不错 不知道啊 这个就是我们传统文化 这个大兰主义的 情形 这其实是一种木马城市 就是有些人种了木马城市不知道 譬如说 你家的上一代 爸爸就是这个样子 你不知不觉就跟他一样 你妈妈是怎么样 你就不知不觉觉得 你太太应该像妈妈一样 对不对 可是呢 一个太太嫁到你家很辛苦 第一个他也承载了 他们家的木马城市 来这边又要承载你家的木马城市 他怎么受得了 有时候会打劫呢 所以一个真正的先生他高栽原主 他知道是两家的文化背景在打架 所以他为什么要护着老婆呢 因为呢他如果不在中间融合 这两家的木马城市 让老婆夹在三平市 老婆容易阵亡嘛 会哦 所以呢男人就大量就大量在这里 他知道这个东西只有他挡得住 所以男人不是不做事啊 男人做了一些事 但是呢如果男人呢 一天到晚坚持他家的木马城市 才是正确的 这也很惨 对不对 谁说你是正确的呢 对不对 所以呢其实哦 夫妻关系是这样子 夫妻关系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越崩越紧 崩到最后快要受不了了 就是大家太坚持自己的木马城市 一种情况是越来越舒服 两个人在一起的仿佛是一个人 因为呢 两个人都彼此修正自己 关心对方 解就解开了啊 有一种人是专门修正对方 关心自己 这样一定无解 如果两个都这样的话 那个离婚嘛切了嘛 对不对 那如果一个这样 一个不是那样 那就会有人很委屈 委屈是不会好的 一定要两个人 非常健康的在一起 哦好 总算跟我们解惑了 一个人的活法 是这个意思了 今天真的听不够 希望有机会 还能够再听听 我们长官 跟我们的一个开示啊 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郑家中郑董事长 谢谢 谢谢长官 谢谢各位听众 请多些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会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会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